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相信小伙伴在动物园中看到过不少的大猩猩 但你们见过没长毛的大猩猩吗? 某动物园就有两只特别的猩猩火了 它们全身光秃秃的,没有一点毛发 不少前来观看的游客说道 这分明就是只白斩鸡 而女游客看完后军表示 就像没穿衣服一样,太尴尬了 原来这两只大猩猩小时候毛发还是很浓密的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毛发越来越少了 慢慢的就变成了视频中的那个样子 因长相特别,全身有没有毛发 导致五毛猩猩经经常受到其他猩猩的排挤和欺负 其实它们很聪明 不仅能够模仿人类的行为,还能思考问题 这两只五毛的大猩猩也知道自己和其他同伴不太一样 它们每天不仅要面对同伴的取笑 还有面对游客们异样的眼光,甚至知识点点 还有一土豪看到五毛大猩猩猴 还要出价买回家养着呢 结果被园长一口拒绝 其实这种五毛的大猩猩叫做五毛猿 它们只要生活在坦桑尼亚森林 五毛猿目前世上仅存三百只 因为数量稀少,它们也大多都是尽情繁殖 对此的小伙伴们怎么看呢 欢迎跟上一位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